迅速达到菩提之究竟病 这一句了不起 不可思议 迅速是一生当中 不要等到第二生了 我在这一生就尘求了 就能达到菩提的究竟病 究竟病是大半裂盘 大半裂盘在哪里 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的 在一般讲的是时报专业图 也就是明信见信 尽信成佛的境界 那是报专业图 四十一位发生大事 那是究竟病了 亡生极乐世界 诸位一定要知道 我们的烦恼吸气没断了 那靠谁呢 靠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的加持 借引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世界很特殊 变法界 虚空界 就找不到第二家 没有跟他相同 为什么呢 他有同居图 他也有方便图 舍暴图 长级光图 他特别是 试图混在一起 当中没有空间维持 所以一生就一切生了 你生到凡圣同居图 同时也等于生 方便图 舍暴图 这个境界不够思议 我们怎么知道 怎么会这么肯定 四十八院里头 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哪怕是 凡圣同居图 下下平往生的 到了极乐世界 借座阿维悦智菩萨 这话不是假的 阿维悦智是什么 阿维悦智是 明心尽性的 法身菩萨 你烦恼没断 你怎么能 达到那个境界 阿弥陀佛 四十八院 本院的价值 想他老人家的福啊 所以一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智慧神通道理 就跟 收报徒的菩萨 平等 平等的待遇 平等的受用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是释迦摩尼佛的 凡圣同居图 不平等 我们大家在这个 生在这个地方 相貌不一样 不平等的 身体健康状况不一样 可是你要晓得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相貌跟阿弥陀佛一样 那都一样 张三李四你能认识吧 能 因为他有智慧 绝对不会认错 相貌完全一样 个子高矮大小也一样 画了西方极乐图 把阿弥陀佛画得特别大 那个 那是错误的 他是平等的 这个世界不能不去 这个世界很容易去 不难 那去不成的人是 他们有缘分 他在这一生当中没遇到 也有很多遇到 遇到他没搞清楚 他对他有怀疑 所以想去 想去信心不居住 还是没去的人 这很可惜 我们今天能把这些四里 这境界都搞清楚 都搞明白了 信心 信心坚定 愿心不移 我们自己就有把握了 决定的神 一点怀疑都没有啊 有心有愿 真心切愿 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已经注册了 剩下了 就是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像我们现在 以民啊 签证已经拿到了 随时可以去啊 你说你独自在 因为 把握了 然后 把握了 优优独的 但